西方文化在香港一向都很盛行 如果你又很喜歡吃西餐 而又不想像法國菜和意大利菜那麼重量的話 美國餐廳絕對是他們的輕盈版 這一站是中環 今天我們很開心邀請到這間餐廳的大廚 阿Jo 說我們介紹兩款很精美的主菜 阿Jo 不如先跟我們介紹一下這個主菜 好…在你面前這個就是我們每天都會做的 就叫做自家製醬 這個禮拜我們選擇的就是POTATO YOKI 其實是薯仔粉團的意思 其實這個薯仔粉團其實是很傳統的意大利菜 不如我們嘗嘗吧 好… 其實吃進口的感覺其實很奶油 還有很適用的感覺 還有一些芝士的脆脆的感覺 還有上面這些是甚麼配料 其實是合桃來的 我們會用中國合桃 那用中國合桃的意思其實就是… 因為我們經過很多次的試驗 其實中國合桃的效果 比進口的合桃肉更加甜 還有我們真的用的時候才會剝殼 然後來做一些菜 那就會更加脆 還有才會最後一刻才會出到 對 因為… 很早就揮發了 吃到那個殘舌感是一層一層滲出來 對 而且它有些芝士的脆脆的味道 對 那說一下這個是甚麼肉 這個其實是我們餐廳的大品的菜式 其實叫做豬梅肉 也是豬梅肉 我們在美國入口的豬梅肉 其實它有一層瘦肉 一層肥膏 然後又有瘦肉又有肥膏 然後就會有一層皮 豬的皮 我們就會經過西餐的做法 就是長時間去匯了 會有些尖辣椒、咖喱和上湯 去匯了之後 就當我們拿到柯帶的時候 會每一層獨立的翻譯 然後面頭我們會割一些很幼細的紋 然後呢 在剛剛這個天氣、秋天的時候 金吉出來 我們就會用糖、白酒 去煮了金吉的漿 叫做Claze 將我們割於坑紋的皮上面 然後就掃一層金吉的糖漿 匯到很軟、很熱的時候 最後一個步驟就是 我叫做Salamander 就是有免火的廚具 就曬了皮去 現在你看到一層金黃色的脆 就是金吉的皮 其實它不是弄出來的嗎 它是慢慢匯出來 其實整體的整塊肉就是 裡面很軟、瘦肉很軟 還有一點肥膏的 增加它的質感、層脂感 最後頂頭就會有一層薄薄脆 酸酸甜甜的金吉味 我們來嘗嘗 沒有人嘗嘗 很有趣 那種感覺 皮其實不是我想像中 是脆脆的 軟的 軟的 有些啫喱的感覺 很有趣 其實金吉的那層醬 都會塗得挺厚 希望完完全全 因為肉的份量也是挺多 而且始終是有少許油 所以希望金吉的酸酸甜甜 可以做一個消滯或者平衡的作用 又來到我最喜愛的甜品時間 這間餐廳不僅每一道菜都很有心思 而且每一道菜都用了很多很珍貴的配料 你看這次這個甜品 就用了黑松露 其實黑松露是甚麼 其實它是菌類的一種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它是很矜貴的 為什麼呢 其實它是主要因為 就是它在地底下的身上 而普通人 例如去到一個森林或者山 不是那麼容易找到它出來 大約是甚麼價格 其實5克5克這麼貴 它就去到幾千元 所以是食物之中 有些人說食物之中的鑽石就是這樣 那這個甜品是怎樣吃的 這麼有趣的 這是甚麼 其實這個英文名叫 Pavlova 其實主要材料是很簡單的 蛋白和糖 我們會用一個自己摺的碗 然後將蛋白摺上去 然後用大約大半天的時間 在焗爐上去 用很低溫的焗乾 切下去 其實我們做到這個大小 也是想有個神秘的感覺 其實我裡面不單是… 有點像心太遠 其實不單是面上的黑松露 有片 還有旁邊有些黑松露品的醬汁 其實裡面自己特別配搭 就是一個雪糕 那這些雪糕也很難找到回來 很珍貴 真的很難找 因為我們是自己做的 甚麼?自己做的 對,我們雪糕也有自己做的 看上去其實真的很簡單 看上去好像沒有甚麼特別好 粉絲 很…很靈驗 但是… 你試到有一層次 我的心情很緊張 這裡可能就已經 一千元反口口了 就好像吃熱魔魚翅一樣 嗯… 很有趣 其實… 這一層… 蛋白 好像蛋白的糖很鬆脆 對 但是雪糕就融在口裡 然後這個… 黑松露很香 慢慢滲入鼻子裡 很有趣 很有層次感 對,完全是 你吃一口 你就會感覺到幾層層次 甚至乎 當我一路跟你聊聊天 聊下去 你都會有黑粉味留在口裡 出料 除了提供大家一個 這麼溫馨和捨意的環境進餐之外 而且他們還會定期舉辦烹飪教授班 大家學完之後 就可以入廚煮給你們喜歡的人吃 今次vweb.tv 就介紹到這裡 下次再見大家 拜拜 還有…